西北大漠一场地空对抗演练 胶着展开 受到攻击的蓝方武装直升机频频反扑 红方发射指导分队战损过半 连长也被导演部判定阵亡 关键时刻 指导员张书明果断接替指挥 在调整战术的同时 派出心理骨干鼓舞士气增强信心 最终官兵们顽强抗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不管是教导员还是指导员 第一身份都是指挥员 要抓住每一次演训活动的机会 强能力补短板 不光树立起自身的好样子 开展工作也更让大家信服 才能树立政治工作的微信 保证政治工作作用的发挥 面对残酷的战争 激烈的战斗 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形式 也要因地之仪 趁着延连见细 各联队各班牌的党员 成为战地宣传员 将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与新时代的榜样力量相结合 为官兵注入思想动力 确保思想政治工作 在重要时刻关键地点发力气象 前进一步是敌人 退后一步是主国和亲人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代 到了 我们要发扬一不拍国 二不拍死的 革命战斗精神 事实以战定 共存亡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跨昼夜的对抗演练 挑战着每名官兵的 生理和心理极限 此时 敌方派出无人机 企图对我方人员 展开心理攻势 前沿侦察队 迅速使用无人机反制枪 进行反制 并通过战场宣传车 帮助官兵激发血腥斗志 一系列新装备 新方法的运用 大幅提升了特勤处置的主动性 我们融入了无人机 海化器 喷毒机 等一些新的科技元素 高度关注战场动态变化 时刻关注官兵思想和心理动态 可以说 争强了政治工作 全方位跟进 全过程贯穿 全员而覆盖的 针对性辞效性 在助训期间 这个率针对战场节奏快 情况多 强度大等特点规律 围绕多手段 做好心理攻防 复杂情况中突发事件处置等课题 展开深入研究 十多项及短快 薄实等特点的战时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得到有效验证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重要 在野外助训的过程中 我们坚持部队训什么 就围绕什么 开展政治工作 训到什么阶段 政治工作就服务保障到什么阶段 经过反复的磨练 政治工作延伸至 作战行动的各环节 各点位 招法越来越管用 作用发挥 也越来越明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